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又要來講一個三國後期的名將 號稱為國末年最能打的將軍鄧愛 說故事之前容我有感而發一下 仔細翻翻上個月的片單 馬中文秧丁鳳不知不覺也補了不少人物的坑 如果你有一種感覺 阿瑞好像很少講冷門角色 別怕跟著我做一個動作 把滑鼠移到下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按鈕寫著訂閱 給他按下去然後打開接收全部通知 冷門角色影片上線時 你就會收到youtube的通知訊息 說起鄧愛不知道大家心中浮現哪些關鍵字 國文好的同學大概會記得 形容一個人講話口即的成語 齊齊愛愛就是出自他的典故 喜歡三國的觀眾一定也知道 鄧愛是麒麟兒將為命中註定的戰場冤家 最後在為國滅屬之戰中成為最關鍵的那一隻騎兵 至於我嘛 我對鄧愛人生最後那個有點反高潮的結局感到惋惜 或許你聽完今天的故事也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那麼就讓我們從鄧愛的少年生活開始說起吧 翻開三國志鄧愛傳 開頭就提到這位苦情少年的悲慘經歷 鄧愛自世仔 父親很早就過世了 和母親相依為命 他原本是荊州義揚人 和我們以前講過的反骨男孩魏妍是同鄉 不過兩位後來的人生路不太一樣 魏妍加入劉備軍團的部曲 跟著進入義州當上漢中太守 成為正守一方的大將 鄧愛在曹操南下荊州的時候 由於局勢動盪 他和母親一起搬家到汝南 替人養牛為生 雖然家裡生活有困難 但鄧愛並沒有放棄力爭上游的夢想 12歲那年他跟著媽媽來到文峰鼎盛的影川 這裡是東漢重要的知識分子生產地之一 有一天小愛愛站在一塊紀念老縣長 誠實的石碑錢發呆 他看到碑文裡寫著兩句話 文為是犯行為是則 意思是文章著述是當代典範 待人處事成為世人楷模 小愛愛讀完心裡激動 我以後也要當這樣的人 就決定替自己取名為犯 自視則 後來發現跟親戚壯明 不得已才又改了字號 從上面這段小記載 不難發現鄧愛年紀輕輕就蠻有理想的 順帶一提 老縣長陳時是個大紅人 當官以清廉公正文明 而且還有一顆溫柔的心 曾經有一回他家遭小偷 陳時發現 妾賊躲在烏糧上 但他並沒有叫家丁來圍捕 反而用鼓勵代替責罵 感化了那位良上君子 成為傳世美談 這故事我猜鄧愛應該也聽過 而且巧的是日後機緣巧合 他還有跟偶像的曾孫陳太一起共事過 這個呢我們待會再聊 儘管我們鄧愛認真讀書 又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 但從官之路呢並不順遂 他一來沒人脈背景 二來又有講話必給口疾的毛病 後來有幸成為公務員 一開口自我介紹 長官您你好 我是鄧愛 講沒三句話就被派去當個 孫餐醉的農田管理員了 幸好鄧愛大概是祖上積德 部門裡有個資深老鳥同事 看他尚有老母家境貧寒 經常主動拿錢資助他 不過小愛愛可能是擔心 一說話又要被人家笑 拿到錢之後呢 總是簡單點頭致意 不敢開口道謝 但別看鄧愛待在農田水利部門 活得掙扎喔 他可是認真把握工作上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只要路過高山湖泊時呢 就會認真在地圖上研究 哪邊可以當軍營 哪邊可以設置指揮所 同事看了都笑啊 鄧愛啊你以為自己是將軍啊 騎馬打仗是小孩子玩的遊戲啊 這件事情後來被司馬懿給知道了 當時魏國與東吳呢 在淮南一帶喔 有大大小小的衝突 他特別找來鄧愛想聽聽他的建議 這個要求啊你可以想成是到面試題目啦 基本上呢不要回答的太差大概就過關了 殊不知啊我們鄧愛從小到大 很少有人那麼認真傾聽他說話 一時之間呢靈感爆發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啊 他對司馬懿表示啊 以前大老闆曹操在許都附近屯田 成功平定了黃金之亂 現在中原安穩 戰爭主要會發生在淮南 可是我們每次和東吳作戰派去打仗的士兵 光是補給隊就佔了大半 非常浪費錢 我建議分兩階段改善 第一呢是開鑿寿村一帶的河道 既能灌溉田地又可以運送軍糧 第二是在淮河南北岸屯兵輪休 我預計最慢七年就可以累積足夠十萬士兵 吃五年的軍糧 到時候啊在攻打東吳絕對無往不利 欸 你說鄧愛噼哩哩啪啦講這麼一串 怎麼都不會逼給啊 我猜喔他應該是打成文字報告啊 送給司馬懿看 三國志呢也提到 鄧愛寫過一篇叫《忌和論》的文章 顯然呢這一段日子管理農業的工作 帶給他不小的啟發 而公元二四一年起 身為脫孤大臣的司馬懿啊 就照著鄧愛的規劃 廣開草取 對於衛國日後的東南方戰爭呢 影響深遠 鄧愛用一套完整的屯田戰略觀 讓自己的軍事才華被人看見 他終於不用再被嘲笑是小孩子半家家酒 真正有機會上戰場一展身手了 他被派往西縣擔任南安太守 公元二四九年和真熙將軍郭懷 一起抵抗蜀漢江維的進攻 不過開戰沒多久啊 對方就選擇撤退 鄧愛心想喔其中必定有詐 選擇呢自己駐紮在白水北岸觀察後續 果不其然啊隔了三天 他就看到敵軍去而復還 但是領兵的呢不是江維而是廖話 對方也不急著進攻喔 就跟他隔著白水在南岸扎矣 部下跑來問他 鄧愛大人啊我們要繼續觀察後續嗎 鄧愛呢面帶微笑回答 你…看…看…對…對… 為了避免鄧愛口即太脫細喔 我這裡呢幫他開個翻譯濾鏡 你看對面敵軍人數比我們多啊 反而在原地駐紮不主動攻擊 這是為了牽制我們必定另有所圖 啊對了 江維的目標啊應該是東邊六十里處的逃城 鄧愛冷靜分析完畢 當晚立刻帶兵前往逃城協防 果然啊被他堵到江維 成功守住據點 這也開啟了鄧江二人日後 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 鏡頭呢先轉回江維退兵後 鄧愛因攻受封為關內侯加討將軍 他漸漸有了自信 向朝廷呢提出更多對於邊防軍務的建議 譬如北邊的匈奴啊 剛好碰上內部動盪 他就建議當時的大將軍 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施 可以用離間記削弱匈奴 司馬施聽完也是眼睛一亮 哦這鄧愛好像有點聞到啊 於是呢司馬施不只經常採納鄧愛的計策 還任命他為辱男的太守 這裡呢可是小愛愛年輕時放牛的地方啊 衣井還鄉的鄧愛呢 做了一件讓我蠻感動的事情 他派人去尋找當年曾經幫過他的資深老同事 不過對方已經往生 鄧愛啊除了祭祀答謝外 也獎勵了那位同事的家人 辱男呢在他的管理之下 呈現出不同以往欣欣向榮的風貌 而接下來呢鄧愛也準備好 要用他的軍事才華正經世人 公元255年冠秋簡之亂爆發 這是魏國後期淮南三畔事件中的其中一畔 冠秋簡與文青在壽村舉兵反抗司馬家族 而司馬師為了要鎮住其他台面下官望的反動分子 勢必要以疾風迅雷般的手段平定內亂 這時候誰能夠肩負重任呢 鄧愛成為那個把握機會的男人 鄧愛駐守在辱南 比起司馬師離叛亂發生地壽村更近 他察覺敵人起兵後 有聯絡其他地方官員想要爭取支持 立刻搶先一步攔截那些使者 並且呢連夜趕往樂家城 守住據點 確保淮河水道暢通 在此呢 靜候司馬師主力部隊前來 從上面可以注意到喔 鄧愛的第一步行動 有極大的可能是自作主張 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 如果等到中央下令出兵 那肯定是來不及的 而他作為一個臨近叛軍的城主 沒有選擇閉門自首 反而主動出擊 甚至還切斷了對方的聯繫管道 而在確保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呢 又能忍住進攻欲望等候老闆到來 這個攻守進退的拿捏啊 我覺得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後來的故事啊大家很熟悉了 由於鄧愛搶先佔得據點 冠秋姐與文青進退兩難 遲遲等不到盟友加入之下呢 文青與兒子文央冒險夜襲司馬師大贏 怎知啊沒抓到司馬師 反而與鄧愛撞個正著 大敗而歸逃亡東武 三國演義呢在這裡安插一段 鄧愛與文央交手五十回合的橋段 算是凸顯了鄧愛的個人無用 也許作者老羅也是個鄧愛粉吧 詳細的情節大家就去我們文央那支影片複習一下吧 樂家之戰過後呢 鄧愛獲得戰刑安息教練 啊不對是安息將軍職務的殊榮 他內心恐怕在大喊 教練讓我上場打仗啊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公元255年大將軍司馬師過世 隔不久呢西邊馬上拉起警報 姜維在那邊吶喊 了了了我又來了 衛國防守前線的 是雍州刺史王金 他不知道喔這口麒麟兒 現在是主角呢 沒有乖乖固守城池 反而呢出城漢將為打野戰 結果啊在桃河西岸被殺的慘敗而歸 死傷人數我估計有上萬人 這就是有名的桃西會戰 剛好啊我們開台初期呢 就講過這場故事喔 誠字邀請大家回味 就說桃西會戰的消息呢 傳回洛陽 衛國上下為之震驚啊 過去諸葛亮帶來的那種壓迫感 又浮現心頭 這時候呢負責西縣的大主管 是真西將軍陳太 手握大權的司馬昭不放心 決定派出鄧愛前往之源 同時呢命令叔父司馬福坐鎮觀中介意 當時的狀況啊是這樣 苦主王金呢打輸之後啊 躲到一座名為敵道的城池中 將為展開包圍 打算一鼓作氣攻下 鄧愛見到陳太之後 提議啊壯士斷彎 用敵道城當作誘兒 吸引士氣高昂的蜀國士兵進攻 等到他們露出破綻再四機攻擊 不過陳太並沒有採納 他決定賭一把 出騎兵從山路繞到搶救同袍 歷史啊就是這麼精彩 陳太的救援計劃成功了 將為的美夢破碎了 敵道危機解除時呢 將為撤兵到中體駐守 鄧愛爭除為安息將軍 同時還獲得假傑殊榮 雖然鄧愛最初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但我猜他大概不介意吧 因為這個陳太呢 就是我們前頭講到 魏國仲成成群的兒子 他偶像誠實的曾孫 而且認真說起來呢 他們兩個人的意見沒有對錯 只是鄧愛偏保守 陳太呢更積極一點 沒錯啦 很多人會以為 鄧愛是個毒很大的將軍 但如果觀察他歷次決策 其實還是先求不傷身體 再講求效果的 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江維撤退後 當時很多魏國將領認為啊 敵人這次應該會休息一陣子 暫時放棄北伐 獨獨鄧愛唱反調喔 他表示呢 陶溪會戰我們的死傷 沒有比蜀漢少 江維是懂兵法的人 他必定會捲土重來 果然啊 沒多久江維就出現了 原本呢想要走奇山道 發覺鄧愛有所準備 決定轉往南安 結果鄧愛呢 也搶先佔據戰略要地 和他僵持 江維打不下來啊 只好再嘗試走以前 諸葛亮與司馬懿會戰過的 上規路線 萬萬沒有想到喔 在斷骨呢 與鄧愛接戰 結果啊 江維速到退後啊 可以說把陶溪會戰 迎來的優勢 通通拱手送了回去 這場戰爭呢 也讓鄧愛打響了 江維殺手的名號 甘露元年 公元256年 他被封為正希將軍 公文上面寫道喔 逆賊江維連年狡狹 民夷騷動 愛仇化有方 忠勇奮發 斬將時數 國首千計 國威正於巴蜀 鄧愛升官後的隔年呢 在列傳中喔 有句話寫著 聚江維於長城 為退還 這句話喔 說來簡單喔 但我覺得真的帥爆了 因為那一年呢 是江維 趁著衛國內部碰上淮南三叛 最後一判 諸葛誕之亂大舉出擊 在江維傳中喔 寫的精彩啊 形容長安城呢 空有糧食補給 但人力不足 士兵恐慌 結果怎麼樣呢 鄧愛死守長城 利用地形優勢 擋住了敵人 短短兩句話 看不到的呢 是江維碎了滿地的玻璃心啊 這段戰爭啊 剛好我的三百兄弟 柳玉也講過喔 歡迎大家參考參考 此戰過後 鄧愛成為正式的珍稀將軍 獲增駕時的西線守護者 增加封益啊 高達六千六百戶 過去呢 這個位子 夏侯淵做過 陳太也做過 但像鄧愛這樣 憑實力 從一個放牛孩子爬上來的人 放眼整個衛國啊 從來沒有過 而接下來呢 迎接他的重頭戲 當然就是那場 讓很多江維粉絲心碎的 滅蜀之戰 講這場戰爭之前呢 許多人會好奇喔 為什麼領兵的總指揮 不是鄧愛 而是中會 當然這有些政治上的考量 我們未來講中會的故事時呢 可以做個完整說明 但簡單說喔 當時呢 鄧愛其實是建議 不用急著打義州 算是被司馬昭半請半強迫的 凹他領兵出戰 當然我們說過 鄧愛是個安全第一的人 攻打蜀漢最危險的不確定因子是什麼呢 就是江維啊 鄧愛沒有和中會搶功勞 他奉命去踏中牽制江維 反正最硬的我來談就對了 關於這場戰爭過程啊 我們在江維最後的復仇曲 那支影片裡呢 介紹的蠻詳細了 今天算是從敵軍視角做個複習 以整體實力來說啊 衛國要贏蜀國不是問題 但在江維還活著的情況下呢 極有可能是一個慘勝 特別是啊 當江維用他高超到 宛如電競選手的控兵技巧 把中會的主力部隊 都卡在劍閣這道關卡的時候 衛國似乎已經注定了 吃完糧食 遺憾退兵的命運 在這個moment這個時間 鄧愛跳出來 對中會說出了他那個 名流千古的計畫 中將軍啊 你讓我帶兵走 劍閣西北的景谷道 南下櫻平小路 齊襲對方的浮沉吧 到時候啊 對方劍閣守軍 必定會回訪 我軍就有機會了 這短短幾句話 說的不是話 是一個夢想 鄧愛講的 景谷道櫻平道 是你在地圖上看到深綠色 都是山的這塊區域 串連起來有700里長 大約今天的250公里的 高山縱走路線 有人會懷疑啊 鄧愛是不是想要 跟中會爭功勞 所以呢 做出了他有生以來 最冒險的一個計畫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但另一個角度去想 鄧愛呢 大概也猜到 如果戰士繼續膠著下去 真的不得不撤兵 那恐怕 要面對江維的權力出擊 同樣很難熬 純以年資來說啊 鄧愛呢 比中會資深多了 他的提議呢 只是召喚一下 接下來呢 他就行動了 順帶一提喔 如果以曹操下金舟時 鄧愛未滿10歲來計算 他進入景谷道的時候喔 是公元263年10月 約末六七十歲的高齡喔 後來蜀漢投降是11月的事情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阿公帶著軍隊 走了250公里山路 你敢信 史書上喔 寫到鄧愛這路上啊 幾乎沒有遇到其他人 山高谷深 糧食又快吃完了 只能夠跟死神賽跑 碰到高低落差大的地形呢 鄧愛乾脆就拿毛毯把自己裹起來 帶頭滾下山 他的士兵看到主帥都衝了 哪裡還敢咕咕摩摩啊 紛紛魚灌下山 終於這批夢幻騎兵 在浮城北方的江油城現身了 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啊 江油城城主居然不戰而降 鄧愛大喜過望 馬不停停繼續往南 突破浮城 來到綿族關 關卡後面呢 就是後主阿董居住的成都了 守在綿族的呢 不是別人 是臥龍先生的兒子 魏將軍諸葛阿詹 第二個讓人料想不到的劇情出現了 諸葛詹竟然帶兵出關耶 在門口列陣迎戰 鄧愛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連姜維跟我打野都要全神灌注 你諸葛詹算哪根蔥啊 鄧愛呢上馬大喝一聲 總將官聽令 生死存亡再次一戰 沒有什麼是辦不到的 他命令兒子鄧忠一起衝鋒 結果呢不只大破蜀軍 還將諸葛詹當場斬殺 這個消息呢傳回成都 劉善啊隨即派出使者 向鄧愛表達願意投降 這時候大家大概都忘了 真鼠之戰的總指揮 明明是那個被姜維卡在間閣的中會啊 但鄧愛知道啊 鼠弟呢剛投降必須立刻安頓處理 於是呢他便主持了壽翔儀式 分派蜀漢一般行政官僚的職位 還在綿族關蓋了個高台作為紀念 並將戰爭中死亡的將士 不分敵我一同埋葬 這些作為呢其實屬地的老百姓喔 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啊其他衛國將領可能就沒那麼滿意囉 沒多久鄧愛就收到詔書 封他為太衛封義兩萬戶 同時司馬昭也督促他 盡快押送劉善到京城 鄧愛拒絕了這個要求 他的理由是呢可以拿劉善作為樣板 看有沒有機會趕劃東吳的皇帝孫修 讓他跟著投降 這個理由司馬昭當然不買單啊 而忠惠呢也趁機上書朝廷 表示喔鄧愛呢在接收蜀漢期間 自把自圍非常囂張啊 並沒有多加抵抗 而是支開清兵選擇束手就擒 忠惠派人把鄧愛父子送上囚車 如願以償進入成都 但後來呢又因為姜維慫慫 作亂而死 而運送鄧愛的那一列囚車 終究沒有回到洛陽 在綿竹關啊 就被其他衛國將領攔截斬殺 鄧愛父子同時殞命 很多人都好奇啊 關於鄧愛從真屬之戰 到接收成都的驚險歷程 到底是不是換了位子換了腦袋 被權力欲望沖昏了頭呢 如同前面提到喔 我個人是傾向認為 鄧愛他用兵考量周全 並非行險之人 而他人生最後的那一次爬山豪賭 可能喔也是想要避免日後糧食吃完 被將為追擊會遭遇更大的風險 而進入成都之後呢 鄧愛處理的壽祥細節 其實也沒有招來百姓反感 這一點對照他過去在南安太守 汝南太守任內的表現 我覺得是正常發揮 不能當作是他故意要巴結百姓 自立為王的鐵證 講來講去啊 好像能夠拿來考生鄧愛的 就只剩下他打贏戰爭後說過 張維很厲害 只可惜碰上我 這種球場垃圾話喔 但認真講 如果我有天運氣好 打贏了蜀漢王牌江維 我還不天天說照三餐說 對兒子孫子繼續說啊 這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三國志鄧愛列傳的結尾呢 主角彷彿被換了個靈魂 史官說他驕傲自大目中無人 我理智上知道有這段記載 但情感上呢 我寧願相信鄧愛沒有變啊 他心裡還是住著一個田尖放牛的小男孩 雖然講話結結巴巴 但卻能奠記著別人對他的好 一記就是好幾十年啊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